近日全国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现场会在湖南长沙举行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从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采取扎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全面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水平 努力减少森林资源损失 切实保护好每一棵树木每一片绿色 为发展生态林业民生林业 维护国家森林资源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